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奇妙现象 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是普通人一辈子都从未见过的 它们有的美丽中透着威胁 有的又令人瑟瑟发抖 如果不是青年所见 你很难相信这些现象的真实存在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十个极其罕见又震撼的自然现象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得更加感谢 不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个 卡塔通博闪电 卡塔通博闪电是一种发生在委内瑞拉 马拉开波湖和卡塔通博河交汇处附近的特殊大气现象 这里每年中有140到160个晚上会出现连续闪电 全年闪电总次数接近120万次 闪电的巨大电弧可以长达2到10公里 每小时的电压弧强度是平时的280倍 高达40万安培 说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发电机 一点也不为过 由于卡塔通博闪电发生时 能轻易地从约400公里外的地方看见 当地渔民在夜晚航行时 还把它作为导航用 因此 卡塔通博闪电又被称为马拉开波灯塔 人们起初认为该地区 可能存在某种奇特的磁场 但在经过大量研究后 气象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他们认为卡塔通博闪电本质上 是由雷云堆积形成的现象 从安地斯山脉飘过来的云 由于相互冲撞而产生了暴风雨和闪电 把拉开波湖沼泽区中有许多有机物质 这些有机物产生了大量沼气 比空气氢的沼气上升到云层后 就会产生放电的现象 目前卡塔通博闪电已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该地区也被认为是世界上雷暴现象发生最频繁的地方 当地政府试图为这种神秘现象 申请世界自然遗产 如果成功的话 这将是遗产名录中的第一个大气现象 双花也叫地冰花 虽然名字听起来很形象 但它跟我们平常在玻璃窗上见过的双花不同 它既不是双也不是花 而是从植物精中挤出的一层层冰 当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 并且空气较潮湿时 植物精干内的水分会因结冰膨胀 从而导致植物表皮破裂 暴露在空气中 当水分不断从裂缝中被排出时 就会在空气中结出一层一层的冰 最终看起来就像层层堆叠的花瓣一样 虽然许多植物都能形成类似双花的结构 但经过研究 白棺虚草 白线铁草 以及加拿大向日葵 是最容易形成双花的几种植物 双花几乎没有重量 一碰就会像玻璃一样碎裂 清晨是寻找双花的最佳时间 当温度升高时 它们会直接融化 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只有在最冷的秋日 在最阴凉潮湿的地方 双花才会持续几个小时以上 第八个 超级单体 超级单体看起来像是恐怖电影中的场景 它是雷暴的一种 有时也称为旋转雷暴 超级单体常被发现 孤立于其他雷暴单独存在 同时也是破坏力最大的一种雷暴 它的结构非常稳定 通常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最多可影响32千米范围内的天气 它的体积可以是任意大小 通常会带来大量的冰雹 强降雨和破坏性大风 以及下击暴流 超级单体造成的破坏 虽然没有龙卷风那么引人注目 但也是十分危险的 其中恶劣天气带来的洪水 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在合适的天气条件下 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超级单体 但这种恐怖的自然现象 在北美大平原上出现的最多 这里是一个以龙卷风走廊 而闻名于世的地区 第七个 镇晨风云 镇晨风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滚轴云 它能一直延伸1000公里长 高度可达两公里以上 它的英文名与千牛花同意 因此许多人将其翻译为千牛花云 这种云层的形状 看起来像长龙蜿蜒向前 就像某种科幻小说里的暗影怪物一样 给人带来极大的压迫感 尽管在世界各地的一些特殊地点 都看到过类似的滚轴云出现 但由于约克角半岛陆地和海洋的独特构造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伯克顿上空 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奇怪云朵 气象专家解释说 这是在雷暴边缘形成的一种罕见的气象现象 风暴的下沉气流将大气中的冷空气推向地面 导致地表温暖湿润的空气向上爬升 地表空气中的水分在大气中达到较冷水平时凝结 就产生了这种滚轴云 阵尘风云能以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前移动 内部风速可高达60公里每小时 可能使飞机在晴朗德天空中陷入危险的乱流之中 但对地面上的人来说 它只是恶劣天气的前兆 虽然听上去并不太好 但如果有幸亲眼见到这种景象 你必将终身难忘 冰岛的冰洞是地球上最奇特的景观之一 它们就像是瞬间凝固的巨浪 错综复杂的结构与阳光的折射相结合 创造出一个梦幻般的仙境 这些完全由冰块组成的洞穴是由冰川形成 夏季形成的溶水会在运动过程中逐渐融化冰层 最终在冰川内部形成数十米宽的通道 一个冰洞的形成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冰洞存在周期却很短 随时都有可能塌陷消失 这里每年都会有新的冰洞消失 同时也会有新的冰洞形成 这里是真正的冰雪事件 深入其中 人们甚至能听到冰川发出嘎吱作响的声音 但要注意的是 冰洞只能在11月至次年3月冰岛天气适宜时才能参观 只有寒冷的气温才能加固冰层 避免洞穴坍塌的风险 第五个 斑点湖 作为一个地貌资源丰富的国家 加拿大总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自然景观 斑点湖位于加拿大不列甸哥伦比亚省 是一个天然的盐碱湖 湖水中附集多种矿物质 包括硫酸铭 钙 那硫酸盐 还含有其他八种矿物 以及少量的银河钛 在夏天的烈日照射下 斑点湖的湖水大量蒸发 水中的矿物结晶 就会形成许多白色香边界线和浅池 像是镶嵌在湖面上的一个个圆圈 形状酷似大小不一的彩色斑点 斑点湖也由此而得名 这些矿物结晶会持续硬化 形成水洼之间天然的人行道 即使在湖水 进过斑点状的浅池时 湖中的斑点仍然清晰可见 印第安原住民 把斑点湖视为圣湖 尽管多种矿物质 再加上盐度极高的水体 使得水生生物 几乎不可能在湖中生存 但湖中的泄盐 却对治疗风湿性关节盐特别有用 斑点湖目前对公众开放 不过为了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 你最好在围栏之外 欣赏这种奇景 第四个光柱 这些五彩斑斓 射向天空的光柱 看起来科幻感十足 仿佛一只外星大军 即将入侵地球一般 但你不必感到害怕 因为它实际上 是一种光学现象 而且只有在非常寒冷的夜晚 才有可能发生 大气中水气凝成的冰晶 就好像一面面微型镜子 它们会反射环境中的光 比如路灯 霓虹灯 汽车大灯发出的光 简单来说 就是无数冰晶把地面的光 反射到了云层中 云层中的光 又被更高处的冰晶 反射回了地面 在人们眼里 就成了一根根光柱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我们能看到 各种颜色的光柱 但它们的色彩 来源于发光物体本身 跟冰晶的折射效果 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 光柱绝对称得上 是一种罕见 而有趣的自然现象 第三个 熔宁冰柱 熔宁冰柱是一种 只有在高山地区 存在的罕见现象 它们看上去 就像锋利的冰锚 高度从几厘米 到几米不等 当阳光照射到雪 雪蒸发的速度 快于雪融化成水的速度时 积雪或高山冰川冰面 就会形成不规律的微凹 一旦像这样的微凹结构形成 太阳光将在这个微凹处 发生光线反射 加快局部积雪的融化 随着微凹的逐步加深 一个深深的凹槽就出现了 最终形成耸立的冰锚结构 如果简单命名的话 人们可能更倾向于 称其为冰锚或者反向冰锚 但在安地斯山脉 当地居民把这些阵列 比作无数面朝太阳 跪在地上的雕像 就像虔诚的教徒 在做弥撒时 跪在地上一样 因此 这种荣民冰锚 还有一个忏悔者冰锥的称号 第二个 蜘蛛语 如果你害怕蜘蛛的话 最好跳过这段镜头 2021年6月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出现了一张随风飘扬的蜘蛛网 从地面一直延伸到附近的树顶 几乎覆盖了整个草原 让所有看到它的人 感到脊背发凉 大雨导致的洪水 迫使庞大的蜘蛛群向上移动 寻找更高更安全的地方 有些蜘蛛 甚至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 学会了飞行的技巧 这种飞行 类似蒲公英的传播 每年5月或8月 内陆地区的小蜘蛛 就会向空中吐出一段丝 然后利用气流离开地面 成群的在空中移动 当它们在空中飘过 而大片落下的小蜘蛛 便自然而然地化身为雨滴 这些蜘蛛落地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离开 而它们留下的蛛丝 就在原地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虽然它们通常是无害的 但百万只小蜘蛛 从天掉落的场面 还是令人不寒而栗 第一个 熔岩流 你能想象海面 升起熔岩球的场景吗 你见过岩浆瀑布吗 这种炽热的岩浆 流入蔚蓝大海的场景 让人既恐惧又着迷 2018年4月 美国地质调查局 分享了一张 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 只见海面上 惊陷一个足足有 20多米高的巨型岩浆球 甚至还激烈地往外 喷射着火红的岩浆 引得网友们 纷纷猜测这种奇景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透露 该照片拍摄的是 1969年10月11日 在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 喷发室呈现的景象 它是由粘稠的岩浆 在火山口聚集 而形成的熔岩穹秋 通常高度在10到20米之间 最高可达到500米高 虽然这种现象并不稀有 但如此圆满的形状 仍然十分罕见 夏威夷岛的基拉维厄火山 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自1983年1月起 该火山就进入了 长期的喷发状态 在2018年1月 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 位于海边的一段悬崖倾塌 一股被命名为 消防软管的红色岩浆流 从悬崖直直泄入大海 形成了壮观的岩浆瀑布 炽热的岩浆冲击到冰冷水面上 发生反应 溅起大量火山碎片 仿佛打开了地狱的火龙头 画面同样令人震撼不已 为了阻止熔岩流向道路 住宅和基础设施 夏威夷人几十年来 尝试了多种方法 包括使用炸弹 建造墙壁等 但要真正阻挡滚烫的岩浆 还是非常困难 它就像一条慵懒的火焰巨龙 漫不经心地爬过这片土地 无情地摧毁房屋 阻断道路 大自然的伪力几乎无可阻挡 人们只能及时撤裂 并且祈祷火山停止喷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十个 极其罕见又震撼的自然现象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